部長電影寶寶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聽這禮拜的部長電影寶寶 我是你的主持人部長 那這禮拜呢 依舊我們會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上禮拜呢 在週末時候的各個電影的票房表現 再跟上上禮拜呢 去做一個比較 那就是來看一下說上禮拜到底哪些電影 就是票房表現很不錯 再來呢 也會跟各位推薦一下說 這禮拜新上映的電影有哪些 那這些東西呢 都是我個人推薦的 對然後 在週末的時候呢 如果有時間 大家就可以去參考一下 然後就可以去收看這些電影 那我呢 在臉書的粉絲頁面呢 是部長影像研究師 所以你就在上面搜尋呢 就可以搜尋得到我了 那平常呢 我就是會做一些影評影片 那會放在YouTube 那YouTube的頻道呢 是Boojo Video Lab 或者你搜尋部長呢 就可以搜尋得到 我在YouTube的影評影片 那我的IG呢 上面會放一些我生活一些照片啊等等的 那可以在Boojo1104去搜尋得到 那這些地方呢 就是可以找到我的部分 非常歡迎呢 各位收聽這次的節目 那我們這次每一次的節目呢 其實都會在尾巴都會 也會跟大家討論一下說 我想要跟各位講的東西呢 那這禮拜呢要跟各位講什麼呢 就是呃 我有做非常多的影評影片嘛 那呃 我只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自己在每次看一部電影的時候呢 呃 我自己個人會去比較重視的一些分 我怎麼打分數的 因為其實每個人的呃 評分標準都不太一樣 想看的東西都不太一樣 那這禮拜呢 我想說就花一些些的時間 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看一部電影 我的評分標準是什麼 那呃 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看看你們大家看電影的時候 是不是跟我一樣 也是用這樣子的評分標準 再看一部電影 來評斷是否這部電影的好壞呢 好 那就是 這就是我們等一下會去跟各位聽眾朋友 一起去討論 那首先呢 我們就呃 就是廢話不多說了 我們就依照慣例 我們就來看一下上禮拜的票房表現 好的 那第十名呢 就是鬼關燈 那鬼關燈 那這個禮拜呢 就掉了四個名次 因為上禮拜其實上映蠻多新電影 所以這個鬼關燈呢 這禮拜下降了四個名次 那呃 有79萬的票房 累計票房有1596萬 第九名呢 是新進榜的 算是日本鬼片的夢幻對決吧 真子vs家野子 那上禮拜呢 就有進張103萬的票房 那如果喜歡恐怖片的朋友呢 這禮拜呢 我真的還蠻 推薦給你去看一下這個 就是日本經典恐怖角色的對決 那第八名呢 是海底總動員2 多莉去哪兒 那這禮拜呢 下降了三個名次 不過呢 這部電影其實已經 這個整個暑假都算是一直稱在這個 前十名的這個名次 那這禮拜呢 就是在掉了三個名次 到了第八名 還是在前十名啊 累計票房呢 已經來到了5506萬台幣 那第七名呢 是櫻桃小丸子的電影版 來自義大利的少年 那這部呢 也是在上禮拜 新上映的電影 那上禮拜呢 也進張了128萬台幣 總共呢 進張呢 有134萬台幣 那第六名呢 是星際爭霸戰 浩瀚無靈 那這禮拜也掉了三個名次 那上禮拜週末呢 進張了141萬台幣 那累計票房到2709萬台幣 那這次就是 再來呢 就是前五名的電影啦 那第五名呢 是冰原力賢技舞 孝心壯一球 那跟上個禮拜比較呢 其實只掉了一個名次 其實還不錯 那上禮拜 進張了148萬台幣 累計票房有到1637萬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那前幾名的排名的名次 就是這次真的還蠻多動畫片 因為畢竟暑假嘛 對不對 那暑假呢 其實就是非常多 小孩子會出來 就是來看選擇動畫片來觀賞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前十名有非常多的動畫片 相關的動畫片 第四名就是我們上禮拜前幾天才正式上映的樓下的房客 這部片也是備受期待 非常多人都想要去挑戰 這部算是台灣少數難得的限制級電影 這禮拜是空降第四名的位置 上禮拜週末的票房是222萬新台幣 第三名是名偵探柯南純黑的惡夢 跟上禮拜比下降了一個名次 所以其實動畫片真的還是表現得非常搶眼 表現甚至比上一名的樓下房客還多 上個週末進帳了340萬台幣 累計票房也有到1438萬台幣 第二名就是我們上禮拜的冠軍 神鬼認證傑森包恩 下降了一個名次 這個週末也還是有不錯的表現 852萬台幣 累計的票房有4215萬台幣 上禮拜週末我們的票房冠軍會是哪一部電影呢? 沒錯!自殺突擊隊 Suicide Squad 我想這部電影真的很多人已經期待一整年 不一定一整個暑假 有些人已經期待一整年了 這部電影在上個禮拜 浩浩蕩蕩的上映了 這個票房表現是相當驚人 一個週末就冠軍了3174萬台幣 那這部電影我相信 上禮拜應該 非常非常多人就是選擇這部電影去看 對阿 然後這部電影的表現其實 票房表現還不錯 不管是在台灣 或者是在全美國或全球 這部電影其實也破了非常多的 這種首週票房的紀錄 那在台灣呢 就是累計票房呢 上禮拜已經到了4124萬 所以我們恭喜自殺突擊隊 夺下上禮拜票房的冠軍 好的那 跟各位分享了一下 上禮拜的票房表現之中 其實大家在經過這幾個禮拜 其實我們可以感受到 其實票房的表現呢 通常都是 新的影片進來就會到了前幾名 然後 原本在滿上的排名呢 就會慢慢的下來 就是慢慢往下往下往下 比較少會原本還好 但是在爬上來的一個狀態 所以其實這幾個禮拜 看一下 其實大家可以知道 台灣看電影的一個生態 大概是怎麼樣 那我們的排名呢 剛好也可以當作是一個 就是上禮拜 如果有些人沒有辦法趕上 首週上映的一個時間呢 其實可以當作一個參考說 這禮拜可以大家想要去看 就是去補哪一部電影回來看 對啊 所以呢 就是我們記得每個禮拜都可以過來 聽一聽 聽部長我呢 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大概每個禮拜的前十名 大概是有哪幾部 來當作自己看電影的一個參考 那這禮拜呢 包括 就是也是會有新上映的電影 因為電影每個禮拜都是一定會有新上映的 所以就是不斷的上來 那暑假呢 也漸漸到了尾聲 那有一些電影呢 也算是想要暑假尾巴的一個壓軸的一些作品 那接下來呢 也會跟各位推薦一下 這禮拜會上映的一些新作品 首先第一個推薦給大家的呢 就是迪士尼所推出的 The BFG 吹夢巨人 那這部電影呢 特別在於是說 是我們的一個非常經典的 非常厲害 算是傳奇等級人物的 金獎導演士蒂芬石匹博 他所改編 所編寫跟指導的一部 算是真人混合動畫的電影 那這部電影呢 也是改編自一個算是童書大師 羅德達爾的作品 《吹夢巨人》 那其實羅德達爾呢 他有另外一部作品 我相信非常多人都 大概也都聽過 就是《巧克力冒險工廠》 那那部電影呢 也是有曾經被改編上大一幕 那《吹夢巨人》呢 這次呢 就是由史蒂芬史碧波 來改編這個 吹夢巨人的作品 那這故事到底是在講什麼呢 其實是在講說 有那種設定是有那種巨人 在晚上呢 其實偷偷都會去把小孩子給吃掉 然後就是非常恐怖的巨人 但是其中呢 其實有一個巨人是非常友善的 那其中 我們的故事的主角蘇菲呢 相當幸運 就是被這個友善的巨人呢 所保護住 而這些巨人呢 其實可以穿越到夢境的一個場所 對啊 然後各個我們人類的夢呢 就類似像螢火蟲一樣的一個小燈小光 然後呢 這些巨人呢 其實都是會侵入各個人類小朋友的一些夢想 然後 有些會吃人肉 有些巨人是非常可怕的 不過我們的主角巨人呢 是非常和善 和哀可親的 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呢 這個巨人呢 跟著我們的主角蘇菲 兩個人之間的一些 就是超越種族的一個友誼 那BFG是什麼意思呢 那在這電影裡面呢 其實我在預告中 其實有跟各位解釋到 就是他就是Big Friendly Giant 就是非常大的友善巨人 所以呢 其實這部電影就可以看到 就是這種小孩子 跟這個巨人呢 兩個人建立起一個非常 就是非常堅固的一個友誼 然後一起呢 去擊敗其他那些非常恐怖的巨人 我們可以看到這就是一個 史蒂芬史皮柏 非常擅長的這種小孩子 兒童冒險的這種電影 所以呢 這部電影呢 也是這個暑假的 就是蠻多人 就是非常期待的 這種童書改編作品 崔夢巨人 這個禮拜呢 在8月12號會上映 所以呢 推薦給各位 再來呢 第二部要推薦給各位呢 也是這禮拜即將上映 剛剛其實已經有 上排行榜的樓下的房客 那這部電影呢 是由黃金鐵三角 崔正東親自指導 柴志平柴姐呢 擔任監製 然後去改編九把刀的原著小說 那這也是九把刀 就是第四部改編成電影的作品 之前呢 像是有等一個人咖啡啊 跟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跟殺手歐陽盆栽 這幾個作品都其實有改編成電影 那這部樓下的房客呢 也是他第四部 就是拿來改編成電影的小說 那這部電影呢 其實也成為了2016年 台北電影節的開幕片 又入圍台北電影獎的劇情長片 那其實這個故事呢 就是非常的特別 我們一般呢 我們常常 像我們之前的六弄咖啡館啊 或是 就是一些其他的電影呢 台灣其實比較喜歡 或者是說比較願意去拍一些 就是像是校園啊 或者是青春的一些 比較正面一點的一些題材 那非常非常少 可以看到像樓下的房客這種 比較陰暗 然後挑戰一些禁忌的話題 跟一些比較血腥的畫面 那其實這部故事呢 主要是在描述呢 就是有位房東呢 就是由任達華所出演 那他就是在 他非常細心的挑選了很多不同 就是在社會上是不同職業 可能是不同的身份 有些是學生 有一些是上班族 有些是單親爸爸 有些可能是 就是有都不同其他的一些 不同性質的 在社會中不同性質的人 然後呢 進來這個一個房子裡面去居住 那其實每一個房間呢 裡面都有監視器 那這個任達華所飾演這個房東呢 其實可以用這些監視器去觀察 每一個房間的一舉一動 那這個任達華呢 他這個角色 他其實也是精心挑選這些房客的 那他之所以會精心挑選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他想要去突破這些每個人 在社會上過日子的一個界限吧 因為其實我們常常有些人呢 比較希望 比較想要可以非常穩穩的過日子 或者有些人曾經有一些夢 但是因為社會上的一些 可能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呢 他選擇跟這個社會現況妥協 那他這個房東角色有點像是想要 把這些人呢 從這些牢 就是這些枷鎖裡面去 他解開這些枷鎖 讓他們就是賣向瘋狂的一面 那其實這部電影特色就在於說 他算是劇本強制要求這些不同 來自不同地方的這些人呢 聚集在這個地方 然後強迫他們去做一些互動 那這部電影的精彩就在於 我們去看這些人互動的一個 所碰撞出來的火花 那從原本一開始呢 節奏比較慢了一些 那慢慢的就是提起來 讓大家就是這個故事 讓你越來越緊繃 然後好像是非常經濟讓你看了自己 都會替他們捏一把冷汗心 都會糾結在一起的那種故事情節 對啊 所以其實樓下的房客呢 這部真的是台灣非常少數 可以看到的一種題材的影片 那其實我們可以在預告裡面 我自己可以感受得到 就是在畫面上跟音樂上是非常講究 所以呢 如果這禮拜 如果你已經成年 因為這部是限制級的一個等級 所以如果你已經成年 然後想要挑戰一下 就是平常比較看不太到的一種 視覺享受跟聽覺享受的話呢 我真的非常建議 非常推薦各位這禮拜 可以去看這個樓下的房客 由崔震東所指導的電影 那就是記得啊 在繼續看之前呢 要做好心理準備啊 因為這個畫面可是 真的是非常的血腥喔 再來呢 要跟各位特別推薦 我個人可能會去收看了一部電影啊 這部電影叫做正宗戈吉拉 那我想各位聽到戈吉拉 就是大家應該很很難沒聽過這個 算是日本出產的這個經典怪獸啊 那前一陣子去年前年 也是這部電影也是重新美國好萊塢的 也是有拍一個他們的版本 那其實大概可以從這邊可以知道說 其實這個怪獸呢 在世界各地其實是非常受歡迎的 但是呢 日本今年呢 也就是在這個禮拜 即將要上映一個 是由日本再次再次重新把這個 他們算是日本發跡的這隻經典怪獸呢 重新拿回來日本拍 那這部電影呢 其實已經也是虧了好幾年 日本已經好久沒有拍這種 就是算是特色片 也意思就是用這種 人穿在布偶裡面的這種怪獸電影 已經很久沒有拍了 那這種電影呢 全世界大概也只有日本 呃 真的拍得好 因為其實在 1950年代的時候 一開始拍哥吉拉的時候 當時還是黑白片 那 美國好萊塢那邊呢 比較多都是選擇用黏土的方式 來做足隔動畫 來呈現這種怪物的電影 但日本呢 很早以前呢 就是選擇用模型 搭配人呢 穿布偶呢 來呈現這種巨大感 那其實在很多製作上面呢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以前就是有很多 非常 就是願意嘗試這種 新概念的這種 呃 這種電影 所以這種電影反而 一直到現在呢 變成是一種 呃非常有特色的一個 一種視覺的享受了現在 那呃 這部電影呢 終於日本也要重新再來拍了 那這一次的導演呢 就是我一個 我自己非常喜歡的一個 呃 日本動畫 新世紀福音戰士的呃 導演演野秀明來擔任導演跟編劇啊 那當然這個整個團隊呢 當然就是以他的名字呢 呃以他來帶頭呢 下面很多編劇其實都是跟 新世紀福音戰士的呃 的原班人馬 呃出來製作這個 呃 正宗歌集啦 那其實那個 這個日文名字呢 呃日文片名 進 古吉拉 那這個進呢 呃其實也有呃 代表是新 也可以當作是真 真正的真 也有神的意思 所以這個這個字呢 算是呃 一字有三個意思啊 所以啊 當時啊 這個導演選擇用這樣子的名稱 來稱這部電影呢 其實就是要跟各位說 我們的呃 真正的歌集拉呢 要重新復出了 那這個故事呢 也是在比較敘述在現代 所以其實也要可以看一下說到 呃 日本之前的經歷過311震災 跟核災的這個日本呢 呃 要如何看待這一隻新的怪獸 那這隻新的歌集拉呢 那這隻新的歌集拉呢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 在預告裡面可以看到造型 就是其實也是跟我們第一 在1954年的第一隻歌集拉很像 那這個設計師呢 曾經有擔任過 瘋狂麥斯憤怒道裡面的角色原型設計 呃 前田真紅啊 算是組合成一種夢幻團隊 來製造出這個 呃 真的只有日本人才拍得出來的這種歌集拉 那這次的歌集拉 有高達118公尺 跟剛開始出來只有50公尺高 真的是完全 就是大小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那因為以前的房子都比較矮 對所以以前的50公尺其實已經很大 他們就覺得已經很恐怖很高了 那因為現在很多高樓大廈都已經做出來 所以其實現在他們也相對的也把這個歌集拉的身高呢 也拉到118公尺之高 那這次呢 當然因為我們現在的動畫技術呢 也是非常的先進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就歌集拉怎麼樣用模型 跟我們的CGI電腦動畫呢 去做兩個的搭配 其實可以 我蠻想要去看 去電影院看看說 到底這樣子兩個的搭配 表現得怎麼樣 非常推薦 如果就是聽眾朋友有這種歌集拉的粉絲呢 我這部真的是絕對不能錯過啊 好的那跟各位介紹就是 這三部電影的之後呢 那接下來我們要討論一下 就是因為我平常就是 就是會去做很多的影評影片 那其實每次做一個影評影片 其實心中都有一個 我自己心中都是有一個 差不多是一樣的標準在去看每一部電影 對那我盡量都是希望能夠以一個最客觀的方式 來評斷每一部電影作品 好讓觀眾朋友呢 可以知道用什麼樣的角度 來進入這部電影 所以呢 今天也算是跟各位分享一下說 平常看電影的時候呢 會用什麼樣的角度來評斷它 那其實呢 我是一個非常重視架構的人 所以呢 我是覺得如果你的架構很好 我能感受到這部電影想要講的一個題材 跟想要執行的事情 那我們再來就是來看說 這個電影有沒有把它執行出來 如果有的話呢 這部電影就是 欸就是一個不錯的電影 但是如果我感受到你想要執行這個 但是你沒有執行的好 那就是會影響到我對這部電影的評分 那這樣子的標準呢 才能比較好去做一個評斷 因為其實有一些片子呢 嗯它講求的就是非常 非常多的動作場面 很多大爆炸 有很多非常酷炫的特效 可是呢 它的劇情可能比較薄弱一些 但是當我可以感受到 它其實是要講 就是要做這些很驚人的特效 去做很多非常驚人的一個 動作場面的一個安排 如果我能感受到它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這個時候呢 我其實就不會太顧慮說它的劇情 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如果有一部片呢 它的比較重點是擺在角色之間的關係 它有很多角色 或者是它有幾個很重要的角色 那比較多的時間是花在 就是角色跟角色之間的關係 跟他們在劇情上面 怎麼樣有一些不同的一些互動 那如果有一部片子是在講究這個呢 那我就去觀察這件事情 那如果這部電影就是在這方面 處理的很糟糕 即使你有再多的一個 就是動作場面或者是幹嘛的 那如果你這角色東西沒有處理好 那我就會不一定 我就不會 這部電影就會讓我感受到 就是這個就沒有表現得很好 所以呢也算是在跟各位聽眾朋友 就是講說 如果你去看電影的時候呢 我是真的是建議可以先做些 我們其實是要做一些心理準備的功課 在看一些電影之前呢 最好是能夠先感受一下 就自己到底要用什麼樣的角度來進入這部電影 然後我最後才能用一個比較客觀 可以好好的回來平心靜氣 來去看這部電影給你的感受是什麼 那這禮拜之所以會想要跟各位分享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這裡上禮拜呢 就是有去看自殺突擊隊 那其實這部電影呢 它的敘述的感覺跟給我的一個感受呢 讓我蠻有蠻有想法的 因為其實呢這部電影 如果你們有去看我的影評的話呢 其實我是覺得這部是可惜比較多的 因為它有很多很多的角色 那其實每次當看到我這種很多角色的電影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擔心說 它能不能夠把每一個角色平均的帶出來給觀眾 那如果沒有辦法平均帶出來也沒關係 那有沒有把重點擺在幾個重要的角色裡面 那就不用其他的就不用去特別再去提了 但是呢我們在預告跟一些所有的海報 裡面呢我們可以看到它其實是平均 就是讓我們看到整個自殺突擊隊 每一個成員都蠻平均的想要介紹給各位這些角色 所以我在進去看之前呢 我就覺得看來每一個角色都有一個自己 就是算是發光發熱的一段時間 照理說每一個角色應該是要平衡的 結果我進去看完這部電影看出來之後呢 我其實感受到就是這部電影 呃 是有把一些重點擺在幾個角色上面 但是其實如果你把重點擺在這幾個角色上 我覺得還OK沒有關係 只是呢它把其他的角色呢 就是有點像 就是完全幾乎有一些是根本完全就沒有去處理它 對所以我就覺得這就是 恩導演跟編劇就是沒有在這方面去做太好的一個 太好的一個拿捏 所以變成是我們觀眾我自己在看的時候呢 我會覺得等一下 這是他們不是一個團隊嗎 那為什麼說故事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再加上呢就是小丑這個角色大家也是非常期待 可是他在這順部裡面呢 呃其實真的表現的機會真的有限 所以呢 呃就是這部電影就是讓我看完以後呢 真的覺得哇 最近好像似乎越來越多這種 呃原本大家非常非常期待 然後最後期待落空的這種電影 那當然 呃相對的 呃有最近這幾年 這幾年呃也是會有看到幾部 呃就是沒有那麼備受期待 可是表現卻 呃就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這些作品 像今年呢其中有一部就是賈惠真心社 那這部電影呢 呃在台灣其實在台北 呃好像上映的聽院不多 然後呃其實好像也沒有打太多的廣告 不過呢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一定要呃去租DVD來看這部片 因為這部片也算是2016年 呃前幾部讓大家意外耳目一新的一部電影 因為這部呢呃如果看下來 看下來它的架構呢 其實就很像是以前那種 呃兩個兩個呃冤家露宅的那種感覺 一對一對人冤家露宅 然後就這樣子遇到 然後呃在可能因為一些外在因素沒有辦法 他們一定得要硬著頭皮合作 然後去創造一些笑料等等 那原本這樣子的設定呢 其實好像感覺 嗯這部電影好像不一定會是很好看的一個組 就是一個不是那麼呃現在已經沒有那麼熱門的 一種呃說故事的方式 因為這部這種電影比較多存在在2000年左右 比較多這樣子的電影 那現在呃在2010之後呢 真的越來越少這種電影 比較多就是超級英雄片 但是這一部呢 它雖然說是這樣子被我們比較老耿一點的設計 可是它在說故事呃的拿捏跟整個呃進展的一個模式是 我們可以感受到是不一樣的 對所以像這種電影呢 就是呃即使人物少少的 那呃呃講的東西其實也沒有到很複雜 但是呢呃導演跟編劇只要呃知道這個東西什麼時候該出來 什麼時候該呃讓危機出來 什麼時候要讓好人呃就是主角們能夠解決問題 怎麼樣解決問題遇到什麼樣的困難等等 就是有把這些東西呢呃拿捏好串好 其實這部電影也是會有非常非常好的評價 看完以後也是會非常舒服 這完全就是一個你沒有辦法用演員卡斯來控制的一個化學效應 所以呢呃當然我知道很多人不一定有那麼多時間跟機會能夠像我這樣子看電影 對那只是說如果各位聽眾朋友也是也是一樣跟我一樣喜歡看電影呢 呃不妨呢在看電影的時候呢可以再去細心觀察一些事情 對因為現在非常多的非常非常多這種呃超級英雄的電影 那呃在看電影之前呢呃相信很多人都可以去查一些這些呃就是超級英雄的背景資料啊 然後也相當多的一些影評人在YouTube上面都會去做這些角色的介紹 那呃在看電影呢呃跟這些角色介紹其實是兩件事情 當然就是我們可以去了解一些這些呃角色背景是不錯 呃但是呢其實在進入這個故事的時候 其實我們必須要去呃感受這個導演 要怎麼樣把這些角色用這個電影的模式呢來帶給我們觀眾呃呃衝擊呃來影響我們觀眾 跟我們觀眾去做交流 對我們有時候呢就是要把那些背景故事先擺一邊 因為有時候常常呃呃呃很多時候呢就是很多觀眾會對一些漫畫作品非常失望的原因 就是因為呃電影沒有呈現出他腦呃他心中原本期待的樣子 但是我覺得如果電影就只是單單簡單的只是要呈現出你想要呈現的樣子的話呢 那這個電影就不是一個藝術作品了 他就只是一個呃讓你滿足你的視覺的一個一個工具吧 所以呢呃我覺得有時候呢我如果看現在尤其非常多這種英雄作品 我們真的是要把這些英雄背景先擺到一邊我們當參考就好了 那我們就是好好享受這個電影這個導演想要怎麼樣說故事 我們就好像聽一個說數人在說故事看他怎麼講看他要怎麼樣帶出來 那如果過程是享受很好的話呢欸那就是你可以會有個全新體驗 然後再回去把這個呃呃角色的背景故事呢拉回來 這樣子呢你就會有更棒的一個感受 而不是拿呃呃就是這個角色的背景故事來一一審視這部電影有沒有合格 有沒有合格有沒有合格 這樣子呢反而看電影就是會少了一些樂趣 而且有時候呢也會讓這個導演就是沒有辦法有發揮的一個機會跟空間 好啦那這禮拜的節目差不多到這邊了 那非常感謝各位這禮拜的收聽了 那這個節目呢除了在YouTube上傳之外呢也有在八寶這個網站上面呢 可以看到我所有這個節目的就是1234集 那這禮拜已經第五集囉 非常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記得到臉書的部長影像研究室呢就可以搜尋到我的粉絲專頁了 那我YouTube頻道呢就是Bujo Video Lab 就可以搜尋到我的YouTube頻道 記得過去訂閱啊 那好那就是差不多就這樣子了 那我們就一樣我們就準備下禮拜見了 我是部長 Bujo Out